李卓卢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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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就 穿得莊嚴了 兩個人就出去了 極顯旁人 所以瓜湖裡頭說了 華炎金鐘 在華炎金鐘是誰呢 這兩步已經對應 一方面法华经上这么说 其实在华严经中是谁 华严经中佛遣法会菩萨跟功德灵 金刚杖跟金刚床 金刚床金刚杖四位菩萨 各说什么 法身四十位大事 四十个位次 就是时柱时行时地 时回向时地 信柱 柱行向地 所谓向时地 分别说这四十位 所以说极限旁人 要求他们 其实派了四个 这里讲旁人就派人去 派他的秘书 什么叫秘书 就是要成佛了的 了解佛的究竟意的大菩萨 法身大事 脊椎将还 就是追出去 要把他带回来 他走了嘛 把他带回来 就是华言经说 直将大叫 你以小鸡 故云脊椎 习有大肿 故云将还 这讲得非常好 他说 什么叫做脊椎将还 脊椎是指的说 我不等你 我不等你能够听懂大乘法 我不等你听懂大乘法 我呢 我直接就跟你讲大乘法了 让你先听一听 管你懂不懂 打瞌睡也没关系了 让你熏一熏了 懂意思吗 这叫做脊椎 那么什么叫将还 把你带回来 你本来在哪 你本来就在我这 我把你带回来 什么意思 你本来就有佛性的 大乘法无非是显发你佛性 佛性 你现在就说阿罗汉干什么 阿罗汉就是了生死 但是不见佛性 他永远觉得自己在了生死 是出生死 离开生死的人 我告诉你离开生死怎么能够度众生 不能啊 因为众生都在生死当中啊 不然就不叫众生啊 那你自己都不在正生当中 你就不能度人家 是这样 当然你不能拿这个逻辑 放在我们修行人身上 修行人身上是还不能 我们自己就是反复嘛 你不能说 你看释迦佛 释迦佛结婚生子 他可以 因为他是法生大事 释献 来释献成佛 当然他可以这样啊 他本来在婚姻中 感情中 就像玩票一样就会出离 出离了之后 他生小孩也不会执着 他也不会障碍他 虽然名字叫罗侯罗 就是障碍 就是束缚的意思 但是他也不会束缚到他 他还是能就近成佛 我们不同 我们要落在生死当中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把我们抓死了 他哭哭啼啼想上吊 你看你怎么办 你出不了家了 难怪你又去问 问广青老子上说 我爹我娘怎么样 我老婆我什么样子 我怎么能出家 问一堆这种无聊问题 那是你找的 自己找的 对不对 那你自己死在那里出不来 所以说 出离生死 你能够出离生死而不出离生死 而再入生死 这叫做菩萨 你根本不能出离生死 那叫凡夫 不能出离生死的 就赶快试着出离生死 已经出离生死 就不能够单于出离生死 还要再入到生死来 他才能够在生死当中度众生 释迦佛是这样的 懂吗 是这样 那不能说 那叫失误 你也来跟我们入生死吧 来跟我们大爱一场 那然后你就能度我们了 不行 我们是凡夫 不能这样 所以要真正的离 先离 先离 所以 所以呢 小诚人 他就是不懂 他离生死就再也不进来了 懂吗 结果就落在离生死的安稳处中 大圣法是什么 让你能离生死 了之离生死 而又让你怎么样 在生死当中立以众生 那就不同了 这样了解吗 这是做得到的 确实 这确实是做得到的 你看很多主师大德 他不是又来投胎吗 甚至于他还结婚了 你看 是不是这样洪衣大师 这个 这个贪须老法师 这些都是这样子 那么民国初年几位大德 不少也都是这样 你看 薰老二上不也这样吗 他应他爹的 爹的命 他还有两个老婆 对不对 结果大家说好了 都去修行 是不是这样子 不管有没有生小孩 总是有视线的 有娶老婆 那我看有些居士 他还跟我讲 哎呀师傅 那个我 我跟我太太 清静过活 清静过活去剃头就好了 还跟你太太 是不是这样 结果没多久 他看到我 头都不敢看我 眼睛都不敢看我 什么 清静个头了 已经三个小孩在旁边了 哪里还能清静 还能怎么清静法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不同的 你就是不能 人家大德就是能 所以人家敢入生死而出 你就是不能 你嘴里一讲说 你要清静 胡弄人的 骗人的 时候到你就 你就hold不住了 hold不住就乱来 就堕落了 是这样 完全不同 那么大乘人懂 所以他懂这个道理 那么所以脊椎将往说 我告诉你 不要再去修 那个绝对的处理法 我告诉你 直接有佛性 要显发那个佛性 佛性本来就在你身上 把你找回来 本来你就不失 让他显现而已 叫他将还 懂吗 懂意思吗 所以就直接将还 二十十则 急走网桌 大教明里指使 叫急走网桌 下一页 使者急走网桌 什么叫急走 走很快 意思是吧 我直接说 我讲很快 意思是这样 直接说 那么 那么 江环 急走网桌 桌 桌什么意思 让你看到 捏到 捏到你 让你回来 直接让你看到佛法 直接让你听到佛的究竟法 圆教法 最圆满的法 直接让你听到 结果呢 你怎么办 你听到了 你是听到了 但一点都不高兴 接下来 穷子惊恶 惊到 听到 就是斗力 听到佛法之后 听到佛究竟的法 哎呦 要成佛 三大阿神 七节 而且 整天都坐在那里 或者站在那里 手伸下来 这样会不会很累 要到极乐世界 失误极乐世界 有没有电动玩具 没有 有没有八点档 没有 有没有什么好玩好吃的 都没有 那叫我去那干嘛 他这样想 穷子惊恶 不爱 他听到大圣法 也不欢喜 有没有这种人 有 他没有恶心 但他就是受不了 懂吗 有听没有懂 受不了 没什么欢喜 他还是要听 给他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感觉 给他一个 一个种子 但他就是不欢喜 那不欢喜 你就见好就收了 有听到就好了 好 好 好 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穷子惊恶 瓜胡看 虽信德本有 而无功德法才 习于大通至圣佛前 虽发大心 退大计久 妄废不义 讲太好了 那么竹文大教 废望不义 所以竹文大教 乖心 故精 不是故恶 乖心 故精 违背他现在的那种感觉 他现在是怎样 虽然信德本有 就是本来你的佛性是本有的 可是呢 你却怎么样 你却 而无功德法才 你没有虚修足够的 今生的善因缘 或累劫 虚修善因缘 你都贪爱世俗 或贪爱小乘法 贪爱太久了 所以现在听那个佛性的道理 你就是不信 信不下去 无好不 无公的听 信没路 你听好吗 没有福德因缘的人 你也不会相信阿弥陀佛 念佛能往生 你也相信不了 相信不了 是这样 那么 所以没有功德法才 没有法才买不到法宝 意思是这样子 你没有那个资粮 没那个资粮 没那个资粮 所以无功德法 而无功德法才 那么呢 你 就是指这些 僧文阿罗汉 久远节以前 在大通至圣佛 大通至圣佛 说是点成无量无量阿森齐节以前 那个时候释迦佛在做 这十六王子佛 十六王子 当中大通至圣佛 未出家前十六王子 这十六王子前 其中的释迦佛 已经化到 设立佛目见连等 发大心 发大心 包括我们 包括现在 南传国家 声文法的国家里 众神都这样 都是当年释迦佛 度化国 可是呢 他觉得成佛太难 退心 你看看那个 声文传记 有一部声文传记很有名 阿加曼尊者传 他就这样 他就很明显的 他就写得很清楚 阿加曼尊者 每次禅修的时候 他在修声文法 可是他过去的 那个菩提心 菩提愿 一直跑出来 一直跑出来 一直要去修学 度化众生的方法 一直要去利益众生 对于众生的苦 就会放不下 结果他觉得这样很讨厌 让他禅定修不下去 他气起来 就再观察 一观察发现 他发过大圣心 他一点都不欣赏 他当下就在那个座上 他就说 哇塞 我不再修大圣法 哇塞一舍 他老婆 他老婆 女人执着 可怜 他做天人 一直跟着他 就下来 就跟他讲 哎呀 你当年发菩提心 说要度化我们的啦 我做过你老婆 我都跟着你 现在你发生文心 没有缘了 就跟我们设缘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我不管 拎照 退大 你看看到没有 退大计久 完全退大 去掉了 要收自己 不要躲众生 众生必须 重生难度 我告诉你 师父收徒弟是最惨痛的事 出家 出家人最惨痛的事就是收徒弟 收了一个坏徒弟比养两只老虎 恶老虎还可怕 可怜 谁干师父 谁惨 是这样子 所以说退大久矣 不要躲啊 不要躲啊 是这样 所以啊 你不要看万佛事有小敬仁小沙咪啊 那个是要命的事啊 带那些小孩真是要命的事 奶妈做完还得做奶爸 然后他又不一定懂佛法 你教他他也不一定高兴 所以退大久矣 久久以来啊 来到今天啊 废忘不义 到释迦佛的时候 他干脆就发小信 小乘心 跟他讲大乘法 他根本有眼不见 有耳不闻 不欢喜听 不欢喜学 所以说就废忘不义啊 忘了也回忆不起来 然后听了呢 足文 足 足就是指 刹那间听 懂吗 就突然间听了 听了这个大法 只有大教 大乘法 之教法 之后啊 乖心顾精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不是顾恶 贴着大法 就违背他的用意嘛 他就要自我了生死 你跟我讲大乘法 我听到痛苦 很痛苦 我会听 会恐怖 会恐怖 哇 成佛这么难 成佛这么累 度一切众生 我自己都不能度了 我还度众生 我自己吃不饱 还要保别人 哪有可能 精 那么不事故饿 嘴嘴嘴 这饿 嘴嘴嘴 听了听不懂 嘴嘴嘴 你嘴嘴嘴是又睡了 又老嘴 那是睡着了 这个不是 这是恶 恶就是听不懂 不是 那么好 称怨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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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惊又饿 干脆就起 起的不欢喜心 称怨 啊 师父你讲这个啊 不想听啦 称怨 大患 大叫 我不听 我不听 叫 就是这样 本来怨是怨在心中 患是怨在嘴上 直接就 怎么样 直接就挑明了 浮在台面上了 大患 所以说 小称以烦恼为怨 生死为苦 不知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涅槃之以 故患 称怨大患 小称人呢 怨 怨生死苦 所以不想修 究竟的佛法 那么 想要赶快离那个冤家 所以祈求解脱 所以患 或者说 不知 不知大称法为患 为患 大患 大叫的叫 叫大称法是什么 我不懂 好 我不相犯 何为见拙 职者职之欲己 强迁将缓 于是穷子 自念无罪 而被求职 他性就怨 怨什么 我又不犯你 你们怎么派人 大公司怎么派人来抓我 何为见拙 为什么要抓我 那么结果抓他人 看他不过来 抓他更急 直就拙 拙得更急 他跑得越远 他拙得更急 强迁将缓 抓到最后抓到了 抓到 因为你总是街友 跑不快 没体力 然后他呢 他在大公司里头 当然是身强力壮 又开了好的车子来追你 当然直接追到你 强迁将缓 强迫的把你抓进来 把你带回来 带回总部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穷子 就是街友 穷困的儿子 尸尊的儿 意味着什么 因为你也有佛性 你只没显发而已 懂吗 就是穷子 那么穷子 于是穷子 这个时候 被抓进大乘法的总部来 就被 讲 教说大乘法的 那个同时 你就自己说了 自念无罪 而被求职 我没有罪 我怎么被抓来这里 抓来总部 我又不想学这个大乘法 大乘法太恐怖了 我干什么 这不是我要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跟我讲这个法呢 听懂吗 是这样 这就是所谓的 华言时中 有很多很多 界内的凡夫 我们这一类人 当年不喜听 华言法 懂吗 这就是世尊当死不得已 的原因在这里 好 于是穷子 自念无罪 而被求死 而被抓 瓜胡说 我不甘求 何 何以用大法而化我 我又不求大法 你今天拿大法来抓我 大法来限制我 限制我 不要 不要争阿罗汉 不要求解脱 哎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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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了 我 师父 我不想听 你现在如果有这个念头 就是那个穷子 懂吗 我不想听 你讲的什么法 我不想听 赶快 赶快 pass 过去 你要是有这个念头 你就是穷子 我不会 我不会生气的 那跟我无关 那是你的个人怎么样 个人这个 无功得法财 虽有本 虽 性得本具 但无功得法财 久闻大教是废闻不易 废望不易 所以你是这样 你不得已 你会这样 那不是你的本意 你的因缘如此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是不是你 我不知道 哪一个人我也不叫 但是你观察一下 就是这样 我说了你又不高兴 就会这样子 好 那么他就这么说了 此必定死 转更黄步 闷觉必定 这个时候他就自己想 完了 我一定 我完了 我被抓到这里来 这个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只能打0800 那赶快怎么样 赶快0800打一下 113 这个什么呢 这个富佑 富佑专线 我去往哪里 赶快来救我 我要离开 跟你讲大法 你还不高兴 你还怎么样 这个 更黄 此必定死 自己还这么想 啊我死啊 转更黄步 更加的恐怖 你越劝你 你越害怕 你知道吗 人家不输家 你不要劝他输家 你越劝他 他越讨厌 他越害怕 越害怕 你不要劝他 那么 这个时候 怕到怎么样 怕到闷绝毕地 闷 整个就整个 整个就闷 闷死掉 闷死掉 绝闷死 那么 那 这个 然后 毕地倒地在地上 摔在地上 又云 富之其子 自意下掠 自知豪贵 为子所难 省之是子 而以方便 不欲他人 云是我子 实者欲知 我今放乳 随意所趋 求此欢喜 得未曾有 从地而起 往至贫离 以求义死 你看看 这个时候 他倒地了吗 吓坏了吗 他就耍赖了吗 他躺在地上了 挖歪挖歪 那时候他哭 倒地在那 这个老板 大副长者 长者一看 哇 这般的 我儿子怎么变成这样的 我儿子怎么变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 久久 不熏佛法 他已经不欢喜 不欢喜 这个大惩罚 你硬逼他 他就闷绝在地了 倒给你看 死给你看 怎么 死给你看 躺在地上 怎么办 怎么办 富之其子 自以下略 大长者知道 他儿子已经 废望太久了 现代的意志 很下而略 很 不敢 不敢承担叫下 那么 不喜大法叫做略 懂吗 所以不敢承担 又不欢喜 哇 这自以下略 那他又自己知道 自己总部这么庄严 然后自己长相庄严 周边的财富这么多 他觉得跟我不配 所以就 这个这个 为子所难 那个儿子觉得 这不配 我刚刚高攀 我来这里自残行贿 那么省知是指 但是就近一看 知道这是自己的儿子 决定是 所以就怎么样 用方便就是 暂且散巧 不遇他人 云死我 不跟人家说 也不让他知道 说你就是我的儿子 也就是跟声闻人 只讲声闻的法 不跟他讲 有佛性的道理 懂吗 不跟他讲 有佛性的道理 所以说不遇 不遇他人 云死我子 不跟他讲 不跟他讲说 他是我的儿子 不跟他讲 他有佛性 那么好 死者欲知 我今放入 就告诉死者 要死者呢 这个告知 就是抓他的人 把他抓来了 对不对 他现在告诉他旁边的死者 说你去跟他讲 我放他 放他走 他说我今放 随意所趋 你去哪 你没罪 你不会死 你不要胖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学声闻法 你就去学吧 去吧 懂意思吗 所以佛出成道的时候 很多人听他的 华言大法 就是成佛的自信中的大法 听不下去 不欢喜 这一不欢喜 这一不欢喜 他就 连佛都不想学 法都不想听 这个时候 我给你讲小生法 意思就是这样 让你想要的你自己去 懂吗 所以我今放入 随意所去 随你喜欢听什么 当然喜欢听解脱法啦 那么随意所去 穷子欢喜 那就高兴了 这么跟他讲要高兴 我以前有个学生 女众比丘尼 然后整个清凉室 有教的 教三年都教他大圣法 他当年也说要学戒啦 学天台啦 跑得来清凉室 他不是我失误剃度 他别的地方出家的 好了 等到我离开了 他也当女生嘛 我就没带了 他们就去哪里 在哪里 没多久 他跑去南川国家去了 刚开始去密教 把他吓死 什么原因 我们暂且不表了 把他吓坏了 喇嘛跟他讲的话 让他吓坏了 吓坏了之后 他就跑去生文法当中 哇 也搞了 几年前他还跑回来 跟我讲说 我要去那里听 那里听什么 修学禅作 就是什么 你看跟他讲大圣法 他不欢喜 他就要去生文法那里去 就去了 去了 他欢喜了 他高兴去了 你也不用挡他 没多久 回来了 像斗输了的狗一样 败犬 日本人讲败犬 回来 回来之后 这小败犬 败犬女王 他一点都不是女王 那么回来之后 现在 欢喜去听大圣法了 总算要去听了 所以你不给他这样滚一滚 他不死心 他想去那个感觉就是 穷子欢喜得未成有 好高兴啊 头也不回地冲过去 所以从壁而起 往治平 你冲到南洋一带去 往治平 那里没有大圣法 平礼 懂吗 小圣法的地方平礼 他喜欢那个样子 所以 如果你们不想听大圣法 想去那种地方 就是这样 富贵不居 贫穷网之 贫穷地方你却要网球 call in 业障重 缺乏功德法财 那么怎么办 多来参加灾界会 多打扫 多亲近大圣法 那么你就会赔资法财 那你平常呢 在网路上面 多介绍人家呢 来 来按那个 神潔霖的站 这就是 培养功德法财 培养人家 进入大圣法 你约大圣法的根基就会 平常不参加 法会的时候 下令营的时候 你就 在接会的时候 你就多带人家 亲近大圣法 你就增长法财 好了 这么话这么讲了 那么 下面就法和了 和这个法的故事了 把这个故事和过来 意思就是说 批语什么 批语说 佛最初 往下看 佛最初在华言经的会上面 法身大事以下的众生 叫做法身以下众生 不见不闻 就是那身文人 凡夫 因为他缺乏功德法财 那么怎么办 那么就是不见不闻 若若雅 有耳不闻 有眼不见 现在也会这样 现在你睡到浑浑沉沉的 也是有耳不闻 有眼不见 是不是 没法 太早起来 平常打板起床 道场里打板起床 正是你平常读书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所以现在你怎么可能 有精神呢 没办法 众生就这样 现在生活环境很惨 好 那么 法身以下众生 不见不闻 如龙若雅 有耳不闻 原遁阴 有眼不见舍挪生 听得看到没有 字就在这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教法全身乳乳 好像都没有调练过一样 完全是乳 牛刚生下来的牛 挤出来的牛乳 佛出成佛 完全不改 不改造直说大乘法 界外大法 你呢 无法消化 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 非法身大事不能得 不能得意 法身大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你就不能得意啊 界外的法身大事 为什么要法身呢 就是你已经见佛性的人 为什么叫他大事啊 因为 你已经发大圣心 知了成佛了 这样 那么 所以 便更说阿汗 懂吗 所以就 才要再说阿汗 所以第一阶段 太多人听不懂 听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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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种人呢 有 搞不好就是你 那么听不下去 第二词 一条首出击 只好条首你用出击 你就是出击 那么好我们引教官刚宗 教官刚宗卷一说 出于华言不见不闻 全身如辱 有没有看到 这就很容易懂了 对不对 这句话就很容易懂 瓜狐狸就说 华言前八会中 永无声闻 故云不见不闻 至第九会 入法戒品 在奇缘中 方有声闻 二十以正圣果 丧于菩萨境界 如荣落雅 虽然正得声闻的圣果 但是他还是怎么样 他还是一样的 能够进来华言会上 可是对于华言法 他是能听 可是怎么讲 他不想学 等于有听没懂 这样听懂吗 这样子 也等于龙跟亚 不过这个时候 龙跟亚就已经渐渐 渐渐的不一样 就是说 他终究 还是有熏到一些些 懂吗 所以说小妹妹来 也是没关系了 反正她从头坐到尾 她已经熏熏善根了 也不错了 也很有善根了 这么小 坐在那里 不吵不闹 是不是受到恐吓 我不知道 但是好歹已经能做到那儿了 好 那么就比如说这个意思 那么 这个是《尹大藏经》里头的教官纲中 那前面那一段文 我是柔的写的 早年在南普陀的时候 讲天台中入门的时候 我柔着写着 那现在把他一起讲 那现在又在讲教官纲中 天台式教育 跟教官纲中何说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 我们把脸来 一起对着看 你就说原文也是有这个道理 意思是说不是我说的 古人 一直以来就这么讲 古人是指 治耳大师了 那么治耳大师的道理 在教官纲中跟天台式教育 又被引了 是这样 那么天台式教育 俊一又这么说 所谓如来 出城正决 在极灭道场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即素是根首天龙八部 一时围绕 如云隆月 而如来 献如舍诺森 说圆满修多罗 此经中云 此经是法华经中云 譬如日出 不 华严经 此经是华严经 现在华严时 当然就是此经 就是华严经 譬如日出 仙兆高山 第一时 涅槃云 涅槃经 譬如 虫牛出乳 此从 佛出十二部经 一乳味 法华 性节品云 极浅旁人 脊椎将缓 穷子经 恶真怨大患等 此临何意啊 这是临什么意思啊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是说啊 答诸生文在座 如龙落雅等事也 这些我想前面都讲过 对不对 这很容易懂 这段文 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这是指着 天台世教也这么说了 所谓的如来出成正觉 刚成佛 我要主委跟大家讲 所谓如来出成正觉 他在我们人间出成正觉 久远已经成正觉了 懂吗 他在人间再视线一次 因为人的寿命 顶多就是一百岁 是不是啊 很短暂 那么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大部分凡夫都是 流转六道 他来到人间 入生死 人间像 他不能够长得 什么三头六臂 这个 这个 特别魁梧 那么 也不能够 长得 这个 头比人家的大两倍 智慧更多 比如这意思 他不能这样 他视线跟我们长相差不多 他也视线做王子 富贵 充满 他还视线结婚 表示有过恩爱 他还视线生儿女 他三个太太 他不是一个 他生两个小孩 有一个太太没生 后另外两个太太 一个各生一个 一个善心比丘 一个就是罗侯罗尊者 一个 一个视线下地狱 一个儿子 甚至视线下地狱 就不孝 他都视线不孝 一个儿子视线怎么样 很能修行 正阿罗汉 十大弟子 你看他视线种种一样 善恶酸甜苦辣统统有 那么这样都视线 他还能成佛 代表说我们一般凡夫 也是应该要发大心 修行成佛 你懂意思吧 好OK 那所以说 他就如来出承道 他的视线 承道 他只好视线 他多久承道 久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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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就已经成佛 然后来到人间四线成佛 八千次 这就是第八千次 所以地球人 地球人今天这个长相 这个样貌 是怎么样 是 一点都不精彩 一点都不特别 因为世尊都来人间八千次 可见上一次我们都找死光光了 我们重新再来这一次 差不多人类的历史 差不多有七八千年 最近听说 听说在土耳其外海 找到了一个七千年前的人工所做的盘子 换句话说人类的文明 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毁灭掉 毁灭掉之后又变成原始人那样 然后慢慢进化进化 又到今天 又到今天 所以我们都是常常归零 又在文明在增长增长 所以人类的文明到今天来看 其实是很什么 很低落 很差劲 你看我们今天用的能源 每一样的能源都在污染地球 真正好的能源 是不会污染地球 真正好的能源是职能互换 有了质量 完全变成能量 连水都不流 现在有一种引擎叫做氢气引擎 它能够把氢气燃烧成水 还好是水 它没有污染 可是它还是化学反应 它不是职能互换 它把质量完全变成能量 哇那太棒了 我告诉你 那个卡通影片演的说 一粒小钢珠就能够让整个地球运作一百年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这就是职能互换的能量 能量可以这么大 所以你看开车子 从高雄开到台北 搞不好车子差界一点的话 就要加一次油了 油一是加一桶这么大一桶 你看这么多 那这么一小粒钢珠就能让地球的能量用一百年 你看这差别有多大 所以人类今天的文明是很糟的 科技发展是很差的 千万不要动辄跟人家讲 我们要用科学来解释佛法 你是多科学 你是多科学 不懂科学才敢讲 开口闭口 讲什么科学 佛经讲的那个不符合科学 符合科学是怎么样 科学今天这么幼稚小儿科 你符合科学有什么 有什么一点用场都没有 有点用场没有用场 所以不要傻乎乎的 你不读科学 你不知道科学蠢蛋 你读了科学你就知道 那是今天人类的科学程度是很差的 我讲这话越在科学当中研究的越清楚 你看英国不是有一个赫金吗 他整个人萎缩在那个电动椅上面 他就警告世界人类 他说千万不要惹外星人 外星人的科技太高强了 我们今天的科技太差了 都这样讲 美国整天就在那边害怕 外星人来了怎么办 因为他是世界的领导 科技的独尊 所以他要打不过 要是地球被毁灭 就是他的责任最重 因为他是老大 所以他要想方设法 你知道美国现在 开始让人家知道说 他有九套方法 来对付外星人 我告诉你 那九种方法看起来都很蠢蛋 都非常蠢蛋的方法 人家只是不打你而已 所以在西方的先进国家 科技高 高科技的国家里 都心知肚明 人类的科技真的很糟 所以不要随便的拿人类的科技 来谈这些很好笑的事 好不好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久远来成正觉的道理 所以世尊今天再来我们这一礼 事实上是很委屈了 因为我们又重新颠倒了 第八千次 地球 不是我们 我们是无量无边的次 然后他来这边就已经 明着视线了八千次 成佛 而这次成佛都在两千五百年前 你看我们多惨 那各何况第七千九百九十九次 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当蚂蚁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们根本在当蚂蚁 那一次佛出世 搞不好我完全不清楚 好 那么就了解了 那么在极灭道场 出成正觉的时候 在他讲经说法的极灭道场 就在他成正觉的地方 讲经说法 那个时候他不起于做 入定三七日 三七二十一天 那个时候就叫极灭道场 不起于做 那这个时候谁来听法 我们一般凡夫眼睛看他入定 其实是什么 他方世界的其他众生来 我们在地的众生没办法 没能耐听 只能看到他在入定 就好像说一个严厉的师父 你只看到他的严厉 你根本看不到他的慈悲 我们凡夫只看到佛在入定 根本看不到他的讲法 懂吗 根基不相应 所以他其实在讲法 讲给谁听 讲给 四十一个阶位的 种种无量无边的 界外的法僧大士 听懂吗 好 这些法僧大士呢 还有谁 还有那些畜生 天龙八部 其他地 世界的众生 他根基已经熟 虽然还在界内 可是他能听大圣法 就像诸位 现在不是也在听大圣法吗 你也是凡夫啊 搞不好你正在为情所困 为爱所恨 搞不好是正这样 可是你有大圣心啊 你还是能听 大圣根基已经熟了 表示法财充足 烦恼也俱足 这个两样都有 这烦恼与什么呢 烦恼与善根齐飞 看眼前一片黑色 是这样子 虽然是一片黑色 但是还是有机会 听闻佛法 虽然有烦恼 还是听大圣法 有时候这种人 贼 天龙八部 已经树式善根因缘成熟 天龙八部 当然包括人 包括 不是 包括他方世界的天人 懂吗 他方世界天人 天龙八部 他们都能听 所以你要熏学大圣法 不然人还不如畜生 天龙 有天龙 有锦纳罗 加罗罗 人非人 这样子的众生都能听法 你确不能 一时围绕 如云拢月 云啊密密麻麻 月亮只有一个 成佛事件在那是月亮 密密麻麻众生拢过来 拢就晕在那里 就包围在那里 拢月 耳如来线 如舍能生缩圆满秋冬 这个时候你看释迦佛 坐在菩提树下 是一棵不大的菩提树 然后他坐在那里 是一个年轻三十岁的比丘 二十六岁出家 应该说二十四岁出家 六年苦恨 那么苦恨成佛之后 之后三十岁 他三十岁年轻的出家人在那里 你看到只是这样 其实他献什么身 献圆满修多罗身 说圆满报身 鲁舍能生 说圆满修多罗身 修多sutra就是经典 献圆满的鲁舍能 鲁舍能是报身 就是他的功德所献的报 我们呢 我们是我们的业所献的报 长得矮矮的 丑丑 瘦瘦巴巴的 或者圆圆满满 胖胖 去到哪个跟人家笑 我们怎么可以嘲笑人家胖 胖跟瘦是一致 唐朝的时候是崇尚胖 现在在头上指骗人 真的是很恐怖 变态美学 那是变态 不叫美学 中庸就好 胖一点还堪瘦 瘦一点会死人 当然过胖就不好 但是就是我们的身材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肉略生 他不是他的功德相献出什么 哇像须米山那么高的什么 这叫做 微臣相好 不是那释迦佛事件人间 八十种好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才八十种好 才三十二个相 他是微臣相跟微臣好 哇 每一根毫毛都很庄严 都精雕细琢 每一颗肌肤 都什么细巴嫩肉 白泡泡又蜜蜜 真可愛 很庄严 所以无量无边的庄严 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很庄严 跟现在我们这些凡夫相 不是 从左边照可以 从右肩照 哎呀很丑 所以你看有些model 永远都照左边 不能照右边 是这样 右边的凌凌咳咳 冷冷嚼嚼 左边就比较OK 可见 人长相左右两边不对称 是这样 鼻孔也不一样大 眼睛也不一样大 脚左右两边也不一样长 你看 振底膝 所以说振底膝 是非话 振底膝 不是 不是如舌弄的生 不是圆满的报生 OK 那么 讲的呢 讲的也不是 我们讲的佛法 不是那么圆满 世尊讲 圆满的 修多罗经典 此经中云 此经是华严经 这么说 说 譬如日出高山 日出先照高山 你看太阳从海平面上来之后 咻一下光就照到山顶上 他从海平面下面这样照上去 这个照在山顶上 慢慢的他越浮越高 他才照三腰三骨 到日正高当中的时候 他照三骨 三骨不然被遮着嘛 照不到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一词 所以先讲高山 站高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讲最高的法 懂吗 华言大法 听懂吗 OK 好 那么这样子 涅槃经怎么说 涅槃经说 譬如牛出乳 此从佛出十二部经 以乳味 什么意思 你看 牛生下牛奶 结果牛奶可以各种制品 奶酪啦 卤酪啦 卤酪还分 软软的酸酸的 硬硬的 硬的可以撞 可以打死人的 还可以软呢 很软的 还有各种苹果味道的 各种味的 以乳出重味 对不对 都是牛乳一味 还有怎么样 牛奶还可以怎么样 去用盐去弄 弄成牛奶豆腐 是不是这样子 哦 不错吃哦 一个牛奶可以出 种种的样态 意味着 世尊 说华言 从华言出 种种的 什么呢 佛法的内容 出种种的经 一修多罗大圣经 出种种什么 种种种 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讲 有大圣经 有声闻的经 有这个 讲 本身故事的经 有讲 原顿教的经 有讲 这个 建教法的经 有讲 这个 这种法门的经 有讲 那种法门的经 哇 终究是让你成佛 终究是 依佛性为本 佛法的觉悟为基 而讲出来 但是可以 讲出十二种类的经 这样懂吗 十二部经的内容 我就不谈了啦 我跟你讲 十二部经是 十二种分类 或者体材 讲说的体材 等等 OK 好了 那么这样叫信节 这是 涅槃经上面的辟语 那么在法华经上面 就这么批语了 就刚刚那段话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他说那段话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声闻人 在法华会上面 就像穷子一样 根本迷闷在地 惊恶大患 完全听不懂 不想 不想学 当然懂吗 OK 那么这是 这就知道说 佛陀在第一阶段教学的时候 遇到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怎么办 就会有第二个阶段教学 他把法分杀式给教完了之后 让他们都各自去修行 接下来他就在人间出定 这个时候他就出定 出定的时候 三七二十一天 出定 出定的故事是怎样来 出定的故事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这样 当年释迦佛出家 是偷偷跑出去出家的 我告诉你啊 连释迦佛都要视线偷跑出家 所以你们要是说出家了 你爹你娘不高兴了 哭天抢地了 你老公你老婆去衙门里告状了 我告诉你 No care 没什么关系 本来就会这样 那就是你过去的冤金在主 他不让你自在 对不对 什么叫爱 爱就是不自在 妨碍的爱 爱者爱也 懂吗 古人造音 同一个音 意义相辅助 爱就是等于那个爱 妨碍的爱 要没妨碍 你怎么能叫爱 对不对 我怕评了 你一点都没担心 我在从地球表面消失三天 完全不见了 你一点都不会紧张 你一定是不爱我 你看看 非得让他紧张 非得让他痛苦 你才会觉得有爱的存在 所以要妨碍他 要处处妨碍他 然后他会觉得很障碍 很妨碍 你才会觉得这当中是有爱的 所以爱就是让对方痛苦 爱就是彼此妨碍 了解吗 那么呢 所以出家 哪里说 哎呀出家了 你老公你老婆你爹你娘拿鞭炮放 说中奖了 说什么 我真不容易 我生了一个会出家的小孩 你们大家恭喜我吧 我好满足 我现在放鞭炮 让天天啊都知道 有哪个人是这样的 我当年带我母亲出家 我偷偷跑了 我偷偷打电话找回头车 回头车比较便宜啊 我跟他讲 你们几点呢 要到台中啊 他说我们回头车都很早了 我们五点多都出门了 那好那好那好 你五点务必来我家门口 那我借住我舅舅家三楼 那么呢 我就 五点 东西早就打包好放在门口 他们一来 静悄悄的 该搬的干 该烧的烧 该丢的丢 那么一个小时全部搞定 全部上车 六点就出发 咻 八点多一些 就已经到清凉室了 那么我舅舅呢 都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还不知道我已经出家了 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突然想 好像很久没看到他那个儿子子了 好像很久没看到他那个妹妹 他才问左右邻居说 你有沒有看到谁谁谁啊 他说啊哈哈 你不知道哦 一个月前 他就开了一台大卡车 把东西搬了就走了耶 一个月之后他才知道 我们溜单了 溜了 跟他say goodbye 都没讲 就跑了 所以诸位啊 出家都嘛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 我们 很多人修行 都以为说 都以为说要把什么事情 因缘摆好了才能 我告诉你 你来轮回 有没有把什么因缘都摆好了 来轮回 都嘛是敢压子上架 就上轮回了 你准备好了就恋爱了 没有 看到了 就怎么样 行不至今掉进去了 你在颠倒的时候就勇猛直撞 一点都不害怕 一点都不用想准备 修行你倒是 还要准备东准备西 神经病 这就是你自己的起颠倒 该时间到了 想那么多 头剔了就去了 最近有一个 台大毕业 以前台大 台大 然后想去出家 结果被他爹娘抓回去 我说你就是糟糕了 当时意志不坚 才会被爹娘抓回去 结果就生了小孩了 现在呢 突然间人家老和尚跟他讲 去出家吧 他呢 今天在听这话之前 没想要出家 等到老和尚这么一讲 他马上打电话问我说 要不要跟我说 赶快别停 他马上杀过去 一杀杀到国外去 一下了飞机 马上拖去买衣服 然后买完衣服 隔天早上 刮头 从他听完老和尚 讲的话到他剃头 前后不到一个礼拜 全部搞定 结果呢 天也没塌下来 他爹娘还活得好好的 他儿子也是有人养 那他还不是人出家 他准备好了吗 没有 结果出家了 所以说心决定 阎王来抓你 你准备好了吗 你怎么不准备 你那么会准备 你怎么不准备 要出家的 他说什么要准备 我告诉你 直接就冲过去 有胆就替 谁有胆 你师父有胆替你 你就替 懂吗 不是你有胆 你没什么好胆不胆的了 是师父 师父如果有胆给你替 你就会替 你知道吗 你是个业障鬼 他敢替你 他真是有胆 他真是欠你欠太多了 他才会替你的 懂吗 趁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醒过来 赶快给他替 等到他醒过 他就不会替你了 你懂吗 凭你这号人物 人家才不敢替你了 你要这样想 是这么样子 OK 那么这就是 第一史 讲这个道理说 我们要快 但是也要有那个姻缘 所以世尊只好在第一 第一阶段真的没办法的时候 好导引到第二段 叫阿罕斯 你如荣若牙 你真的听不懂 那这个怎么办 我在第二阶段 阿罕斯 阿罕斯是什么家 第二 为什么叫陆苑阿罕斯 为什么叫 刮胡落 是什么意思啊 这也是以金为名 叫阿罕斯是以金为名 也可以说 陆苑时是以地为名 以地为名 以地点为名 为什么叫做阿罕 为什么叫陆苑 又为什么叫做 叫做这个 在那里宣说叫法 他一醒来了 从三七日当中 不是醒了 就是说出订了 就有谁 就有五个人 这五个人就当年 他偷偷跑去出家当中 他爹气到爆 就找他的叔叔 伯伯 主要是他叔叔的样子 不是叔叔 还是舅舅这一类的 也是他爸爸的大臣 判着五人 跟他讲 赶快去把他找回来 就这五人呢 就是后来的五大弟子 找他不回来 找他不回来 他回来报告 他爸爸说 既然不回来 这样你们五个人 陪他修行好了 陪他修行 然后不要被 不要被伤害了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儿子 修行没人照顾也不行 就陪他 结果世尊呢 六年苦恨 甚至于日食一麻 他们也跟着这样做 哇 觉得世尊很有道德 那时候还没成佛 就觉得 苦恨容易感动人 结果呢 世尊都已经饿到 昏过去 这个时候 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想 不对 这样搞到身体都搞得挂了 这怎么修行 那怎么办 他就开始接受牧羊女 所以那个牧羊女 功德可以修大了 牧羊女煮什么 煮羊奶 羊奶粥 所以你们今天煮的粥 我们三个人 完全有志一统 都吃白米粥 不会吃咸粥 为什么 因为早上吃白米粥比较吃得下去 虽然你里头也是放了山药 这是有点多余 但是也可以没关系 那他这次呢 是给他吃羊乳粥 就是喝下去 这五个人呢 在那边看 啊 王子 西达多太子 已经退道了 他认为 他认为 吃人家羊乳粥就是所谓的 不再修苦恨 退道了 他们五个人就说 啊 没错啊 没错 我们五个人拼命你背 拼了老命这样子啊 陪他一起日食一麻 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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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以色格基神退道心 你看他用这种观念来看他 结果就 我们说好 不要理他 走了 算了 因为他们修一修也修成道人了嘛 所以看着觉得啊 这样恐怕他不能修了啦 我们也很丢脸 退道在印度来讲 要么你就不修 要么你修了 你就不要退道 就说退道 所以四孙在那个时候你看看 开悟悟不了 修行又昏倒 然后呢 遇到道友又走了 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众叛亲离 修行又不能前进 可以说是最孤单最孤苦 他这个时候啊 世间冷暖 真的是完全自知 所以他就孤独的 修行一定是孤独的 孤独的到了菩提树下 走过了尼连禅河 来到了恒河边的 那彼此间离不远 那么离恒河边的金刚座上 也就是菩提树下 他就发誓 既然这样 我已经体力够了 我现在要开悟 不开悟我不下座 就这样子 夜赌明星呢 在修行当中精进用功 然后开悟 开悟之后呢 他入了四禅 入四禅当中呢 一路释现了 怎么样 这个 破除剑尸祸 然后呢 再更轻习气 最后也超越习气 正德藏教的佛 正德藏教佛之后 成佛了 成佛之后呢 已经成佛了 然后他不能起于坐 他喊我所正德的道理 众生不懂 所以他想要入灭 他继续等待因缘 了解道理 了解观察怎么修行 这申文人看到的是这样 那么大乘人就是说 在听闻华言经 申文人所读到的是 他正在那样 所以他就静坐三七日 三七日醒来 大乘华言经 已经讲一部分 讲完了 前八会讲完 然后这个时候醒来 申文人看到的是什么 他醒来了 他从 不是醒来 是出定 出定的时候 这五个人说好了 远远看着 不打算 去接近他 就躲在旁边 远远的看着而已 因为不理他 原来是这样 结果他已经成佛 他已经正德神通 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佛都朝他们走过去 还在入野院 都在入院那里 为什么入野院 因为那是一个庭园 庭园有很多野路 所以入野院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向他们走过去 他们说好了不起来 连起来迎接都不愿意 结果因为成佛的庄严相 让他向这些人走过来的时候 让他们不由得 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堂课再说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先回向 向下文常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许愿度 烦恼无尽许愿段 烦恼无尽许愿学 烦恼无量许愿学 佛道无上许愿成 至归于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至归于法 当愿众生 神入经藏 术慧如海 至归一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夏季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